這個整個就很明亮奔放 對 很細緻 對 細緻細緻 這個的話是很飽滿 但其實這兩個杯型都是好喝 那我們有多一個這樣的體驗 讓客人感受到不同 哇 好有趣喔 這個 錢花的有值得 哈囉大家好 我是Liz 今天要來幫大家開箱 咖啡的fine dining 平常我都是開箱fine dining餐廳 你們有想過咖啡也可以這麼精緻吧 今天來到的是Simple Caffa的頂級店 The Coffee One 他們標榜全預約制 有咖啡室的桌邊服務 還有全世界首創的咖啡充足推車 非常酷 而在走進去店裡面之前呢 我想請大家先看一下 The Coffee One的菜單 4200一杯咖啡 3000塊一杯咖啡 到底是什麼樣的咖啡體驗啊 現在就跟著我走進去瞧瞧吧 我幫你放一下水 謝謝 那我們可以把菜單翻到背面 我們看一下菜單 那我們第一家片面呢 是The Coffee One 是Simple Caffa 去年剛開的一個新的片面 那我們這邊主要想要推廣的是 來自世界各地的競調豆 或是特殊品種 特殊品種的豆子都是外面很難得可以喝的道理 我已經決定好了 好啊 那今天要喝什麼呢 我今天就要這一杯4200塊的 沒問題 沒問題 的這一杯 然後我想要搭配非難學 等一下我去幫你做點餐 那待會兒會有咖啡室幫你服務 好 謝謝 其實啊 這裡不是我第一次來 我現在已經來過兩次了 但是我都沒有點到最貴的咖啡 今天藉著拍攝之便來自肥 喝一下到底4200塊的咖啡是什麼滋味 那你已經可以看到它上面有風味的敘述 這一支巴拿馬媽媽卡塔 小摩卡日曬 它會有色香葡萄荔枝還有白酒的風味 其實真的就很像在喝那種 Mascate那種色香葡萄白酒的感覺 我非常期待咖啡能夠表現出這樣子的味道 嗚嗨 你好我是今天咖啡室我叫咪 妳好 那我們先把推車推過來 然後待會兒你的豆子就幫你做介紹 好 這個推車真的很酷 我先前來的時候都是坐吧台 那這一區才會看得到這一個活動的推車 我們來介紹一下你們今天點的是這一支 媽媽卡塔小摩卡的豆子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包裝 這個包裝的話 我們是裝12克的咖啡豆 那這個包裝袋 我們會灌入氮氣 排出袋內的氧氣 讓豆子在裡面呈現很新鮮的狀態 那所謂的小摩卡 它其實是一個品種 那品種的話它是摩卡 它更小的話 它會叫成Mokita 喔真的耶 小小的豆子 喔馬上就聞得到香味了耶 沒錯 那我們點手通的話 我們會來挑選杯子 那我們挑選杯子會有幾個要點 有兩個是比較高 這是屬於比較直立式的 然後這個的話是寬口比較寬 它比較矮 那這個很特別喔 就是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如果我們選擇直立式的杯型 咖啡液體是很快的滑入進去你的口中 所以你會很明顯感受到它的酸甜是非常的飽滿 那這個比較矮杯的話 它的口是比較寬的 我們在喝咖啡的同時 是很自然的鼻子是沉浸在這個杯型裡面 所以我們覺得它的風味香氣是很自然的感受到非常 層次感很多的 我今天在看心情啦 我覺得我今天心情是紅色的 好的 我看到它我就覺得很喜歡 好沒問題 我再給你一個比較矮的杯型 那我把你分成一半 那我們來體驗一下是不是像我剛剛講的有點不一樣 好啊 謝謝 這個選咖啡杯的環節也是我很喜歡的Coffee One的一點喔 真的就是從氣民就講究起來 而且呢 它的這些咖啡杯啊 是有來頭的 像這個是香藍色的 那這個呢 這個就不是 這個就不是香藍色 其實還蠻明顯的 香藍色的杯子都是有很明顯的這種 就是像 這這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植物啊 那我們是用12克的粉 待會兒我沖煮的水量是150克 使用的水溫是92度 我們選用的濾杯 是Karita 155平底型的濾杯 這個三個小孔洞呢 就是它能讓它流速不會破快 能讓它酸甜跟它巴底呈現很飽滿的狀態 可以看一下濾子 這個濾子啊 它是Karita濾子 它叫Wave 然後我們俗稱為蛋糕濾子 它有24個折痕是有專利的哦 那像它這個有排氣的效果 對 所以不至於讓咖啡流的非常的慢 哦 這個是杯子蛋糕吧 這個 這支豆子有什麼特別的沖煮方法嗎 呃 因為這裡的豆子啊 它主要是 像是很特別像實驗豆啊 競標豆 跟它是比過賽的 所以我們比較會強調它的本質 這麼貴的豆子沖起來會緊張嗎 已經會耶 不管它是價值在哪裡 我們都是滿戰戰緊緊的去呈現給客 不管是貴的豆子還是便宜的豆子 你沖出來就是好豆子啊 對 沒錯沒錯 所以其實這裡的每一位客人都是接受這樣的服務 然後也有非常完整的解說 然後到研磨然後到現場沖煮給你看 是非常完整的體驗 OK嗎 給自己打幾分 我覺得非常好喝耶 太好了我就要聽到這個答案 其實我覺得一顆就覺得它很像白酒 對 那個酸度非常的明亮 那我現在喝這一杯 我覺得這個 好像body變得比較飽滿一點 對 比較厚實一點 對對對 而且比較甜一點點 這個整個就很明亮奔放 對 很細緻 對 細緻細緻 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很飽滿 但其實這兩個杯型都是好喝 對 那我們有多一個這樣的體驗 讓客人感受到不同的 好有趣喔 對 好 這個 錢花的有值得 現在要幫你上一下是我們的小點 來了 那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顏色比較深的是白味噌 白味噌 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 上面有刨皮的是荊棘 是我們自己做的 嗯 那我們的甜點師 它就是 研發出來我們會邊吃邊配咖啡 然後 持續的是調整 才可以馬上喝 荊棘的香氣很明顯 那麼我發現把荊棘放在 荊棘 對不對 對 整個荊棘跑出來了 對 整個炸開 真的炸開 好有趣喔 我剛以為我在喝荊棘汁 擺味噌 還有一點柴魚的感覺 很溫柔耶 酸味真的變得非常的柔和 對 嗯 剛剛這個就是 像你在喝果汁的那一種 新鮮果汁 新鮮果汁的感覺 可是 這杯完全不是這樣 那真的很搭 沒錯 而且又有不同的風味 效果完全不一樣 對 老實說我對於咖啡沒那麼了解 對 所以 也真的不知道 這個4200塊的咖啡 跟平常一杯 我們說300塊好了 到底中間的差距 有沒有到這麼大 喔 對 我等一下可以從一個 一般的咖啡 喔 去喝喝看 喔 再比較一下 對對對 所以我們接著要來試一下 今天店裡 最便宜的 一支咖啡 比較一下到底 有什麼差異 那 我先前 是坐吧檯 我那時候點的最貴是1500的 那 這一次喝到4200塊 你會想說 有差到快三倍這麼多嗎 那我剛剛詢問了我們的咖啡師咪 為什麼這一支豆子特別的貴喔 那他有提到說 其實這個價格是因為競標的關係 那這個競標的比賽呢 Best of Panama 是一個很有名的比賽 最棒的 最佳巴拿馬 他有 競賽的 勞斯萊斯之稱 那這支豆子 他會 變成第一名是因為 他非常的特殊 品種是這個摩卡 而且是小摩卡 那一般小摩卡 並不會出現花香啊 這種水果風味的味道 但是他竟然表現出 像藝劑一樣的這種花香 明亮的感覺 讓評審們非常驚豔 所以才會勝出 那導致他的價格 競標價格變得越來越高 那這也是為什麼這支豆子 不要賣這麼貴的原因 我很推薦大家來這裡一次點兩種不同咖啡 因為所有的杯子你都用到了 對 沒錯 那一路口有時候 其實你覺得他這個花香 是屬於白花的香氣 滿細緻的 然後緊接著是像柑橘橘子一樣 那吞下去的話 我覺得是帶茶 茶的就是 很像烏龍茶 我覺得這支豆子也很好喝啊 對啊 也很好喝啊 沒錯 那這樣子這個價格的差異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其實啦 這邊的客人 其實引導他去點餐的時候 我會比較希望就是 我們不會說以價格去挑選 當然我們會說 依照你下面的風味描述 去挑選你的喜好 那或者是由我們咖啡師去做推薦 那我喝完了這家店 最貴的咖啡跟最便宜的咖啡之後 大家一定想問 到底差在呢 其實我覺得兩杯都很好喝 而且這裡的咖啡服務 都一樣的很細膩 解說也非常的完整 那我是覺得 要不要點這一杯4200塊的咖啡呢 其實就是看你認不認同 這個咖啡的價值 那它的價值裡面包含很多因素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的競標因素 因為它是很多人想要的咖啡豆 所以你真的是追求 這樣子極致的咖啡豆的話呢 那我覺得真的可以點來試試看 所以可能適合來喝 這種非常高價咖啡的人 可是你本身就是一個Coffee Geek 你就是超懂咖啡 你什麼咖啡體驗都想要嘗試看看 那再來就是 也許你是真的很喜歡這個風味 尤其是這個特殊的小摩卡豆子 它竟然有類似藝技的花香 或者是色香葡萄的風味的話 那這麼特殊的味道 你人生中想要體驗一次 我覺得也很適合來喝 當然這一杯500塊的哥斯大一家的咖啡呢 我覺得它同樣也有表現出它風味的特性 雖然已經是這裡最便宜的咖啡 但你可能還是會想說一杯500塊有點貴 可是我覺得你花500塊來享受 這麼完整細膩的充足體驗 然後還可以跟咖啡師對話聊天 了解更多咖啡的細節 當然還可以享受這個空間 給你的各種細膩的氛圍 我是覺得還蠻值得來這裡享受 那另外就是我很喜歡它的 餐點跟咖啡之間的搭配 如果你實際品嘗在喝咖啡之後 你這樣會發現有他們想要達到的效果 就是去把咖啡的果香放大 酸味放大 或者是說這個鹹甜鹹甜的 這種甚至帶有鮮味 無麻糜的味道呢 可以讓咖啡喝起來 甜感更重更厚實 或是去帶出奶咖的這個魚韻 那如果你是喜歡 了解食物風味搭配的人 我也非常推薦來這裡去體驗 它的點心跟咖啡的配對 然後今天來這裡拍攝啊 其實我們拍攝兩集內容 有一集是職人訪談 就是餐飲百公圖系列 剛剛創辦人Burg本人是在現場的 然後我也抓住這個機會 跟他好好聊聊 那裡面有一些 他成為咖啡社的心路歷程 接下來就帶大家進入訪談囉 The Coffee One提供非常極致的咖啡體驗 我覺得是咖啡的fine dining 你覺得我這樣說法OK嗎 我覺得精神還蠻像的 就是為了呈現一杯好的咖啡 背後很多的細節必須要去付出努力 比如說連杯子都要特別的講究 對杯子超級超級重要 對 所以Burg當咖啡師多久了 之前還有擺攤算進去的話 目前是19年了 從大學時代開始 對應該說從研究所 要深研究所開始 我就改了一台咖啡三輪車 然後會到處賣咖啡 咖啡三輪車 你為什麼想要做 就是 攤販這件事情 一開始是好玩 我記得那時候是在公館的水仁市場旁邊 看到一個 咖啡攤車 那因為自己有在煮咖啡嘛 我就開始幻想說 我自己做的話應該會怎樣怎樣改這個車子 就是一個玩的那種感覺 就出來了 那後來我就是要升研究所的時候 那個暑假 就跟我爸媽搭渡嘛 如果我考上台大 就出錢讓我去做這件事情 真的哦 所以那個攤車是一個你考上研究所的禮物 小禮物 對對對 我記得第一次出去的時候 就是 真的是我生品第一次把我的咖啡給賣出去 讓人家喝 然後他給我一些反饋 所以當他覺得說 哇你做這件事情好有趣哦 這咖啡攤車好特別哦 你的咖啡好好喝哦 我覺得那是一個成就感 對是以前我念書的時候從來沒有過的東西 你怎麼樣精進自己在咖啡方面的知識 就算就算現在煮了咖啡很好喝了 自己覺得很好喝 不代表不能再更好喝 我要很熟悉的問 你到底怎麼樣去訓練你的舌頭啊 但你一定一開始不是這樣啊 對啊 一開始一開始會想要精進自己的味蕾 是因為我第一次跨出國比賽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曾經在WBC上面有很好成績的選手 他們的前置準備 那個東西是大家如果沒去現場是看不到的 透過轉播只會有那個演出的那15分鐘 但前置很重要 然後我就想說 蛤他這樣前置可以嗎 也太輕鬆了吧 就是組個兩三把然後就就就就好了 可是他們的成績就是很好 後來我就我就會想要去了解感官這件事情 怎麼樣讓我的咖啡穩定 然後怎樣去精確的判斷 就是這杯咖啡的味道是怎樣 對所以後來就就覺得 應該要把這些很敢 乍看很感性的東西 想辦法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 這樣子才能夠穩定 所以真的要說我的感官有特別敏銳嗎 其實不見得 就是當然有一定的敏銳程度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是 我們可以訓練成是很理性的去運用我們的感官 比如說喝一杯咖啡 我們可能就會依照那個舌頭的位置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時間軸 然後你液體如果順順的進去 一定是先碰到舌尖 接下來碰到舌面 接下來碰到舌根 一定是這樣有一個順序的 那我們現在來和和看 我們來測試一下 所以像這一杯咖啡 所以如果我在跟我的同事描述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說 這一杯的話它是 我覺得甜感是略大於酸的 然後舌尖的味道沒有空掉 一入口你可以感受到一點酸甜 那主要的味道會在整個舌面上 但是這一杯如果要再調整的話 舌根的苦韻 我覺得稍微強一點點 所以我們萃取可以讓它的萃取力 再下降一些些就好了 也許會更討喜 那很多人提到你啊 一定都會提到世界冠軍這個頭銜 你自己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還有你當初參加比賽的初衷是什麼 參加比賽的初衷是 我記得是08年的時候 在那個丹麥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看世界賽 然後為台灣的選手加油 然後那次就很震撼 就覺得 哇很夢幻 場上都是各國的冠軍 然後我就想要有一天 我自己也踏上一個舞台 所以一開始比賽的初衷 就單純是為了這個 覺得很帥 對 後來真的跳下去比之後 就發現自己還有很多不懂 然後透過比賽 其實有點像那種精神石灌屋 就是可以強迫你快速的成長 然後去好好的審視自己 還有哪邊可以加強 那整個過程 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 自己要拿世界冠軍這件事 而是每一次的參賽 都讓我有新的體悟 世界冠軍 它其實就是過去發生的事了 所以在那之後 其實我們也又走了好遠好遠 建構了更強的團隊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也認識了更多 學到更多 發覺更多這樣子 世界冠軍是2016年 2016年 所以已經七年了 七年了 然後你後來開了華山旗艦店 非常受歡迎 對 然後現在這一間店 又是一個升級 講到這裡 我就要來講一下這個菜單 因為這裡最貴的一杯咖啡 是4200塊 這一期的菜單的話 最貴的是4200 對 然後也有3000塊 2000塊 最便宜的一杯是500塊 OK 這個價格的話 其實最大的定價 會是來自於生豆的採購成本 所以我們這一間 目前都是用競標豆 競標豆的意思就是 它不是一個公開的價格 讓你直接採買的 它是靠全世界的買家 去互相競爭來的 所以這個定價 很大的一部分來自這個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邊是用 左邊服務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每一個時段 最多只會接四個客人 或者是兩組客人 比如說各兩個人 或各一個人這樣 因為我們必須要確保 每一次進來的客人 他都可以好好的有咖啡師 跟他互相溝通 牽著他的手慢慢慢慢的 去走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對咖啡的想像 是希望它變成一個 很生活化的東西 但這個生活化並不是說 只是單純低價 讓大家都可以隨便喝 隨時都可以喝 而是你在生活中 總有不同的情境 環境還有心境 那你會有不同的需求 就像去餐廳好了 你有路邊攤 你有一般的小店 你有到Find Dining那樣子的店 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 各式各樣的咖啡店 都可以在台灣出現 讓大家在各種時候有選擇 真的很厲害 謝謝Burg 謝謝 最後再讓我喝一下咖啡 品味一下 這個咖啡的Find Dining 那關於The Coffee Wine的體驗呢 還有最後一部分就是 你可以把他們的豆子帶回家 那這個就是單包單包的豆子 跟店裡使用的是一模一樣的 它是處於最佳狀態 整個真厚包裝 然後沒有艷氧處理 並且經過冷凍 所以呢 你買回家一樣是可以 呃 一次沖煮一杯就把它用完 享受最高品質的咖啡 那這邊同時也有提供 掛耳包的選擇 也是經過測試 咖啡最佳的狀態 所以買回家呢 就不用擔心 沖下去就對了